那另外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 在消费领域里面还有汽车 那么麦格里就承认了 之前对于比亚迪方面 是存在一个低估的情况 而麦格里也是将比亚迪的目标 由81块7加到166块9 表示对比亚迪汉系列车款 存在着低估 而事实证明这个销售表现理想 所以将汉系列的汽车 明年的销售预测 是由3万5大幅上调到9万5 但是麦格里也补充 比亚迪仍然存在着挑战 股价也反映出了不少利好的消息 所以是维持了一个中性评级 这次看麦格里这份报告 感觉始终是有点落后的感觉 再向着前面的市场反应 在追追追 那么现在看到即便说市场反应 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解答之后 仍然保持一个审慎 想问一下您会怎么来看待 麦格里方面对于吉利方面的一个逻辑的 比亚迪方面的逻辑 这个也是正常的 毕竟对于一些传统的汽车分析员来说 他们都是以看待汽车的眼光 或者是他们的分析价过去 分析比亚迪 的确如果你就当比亚迪 是一家汽车企业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支撑那么高的估值 因为对于汽车企业来说 这么一个周期性这么强的行业 其实去到那个20几30倍PE已经算是一个天价了 而比亚迪如果你从PE来看的话 它长期都在100倍PE以上的这么一个价位 所以就肯定就大家会觉得不舒服 但是如果你就把它当成一家 就新生机或者是科技企业 跟那个互联网的公司做一个对比的话 其实你才能够就证明或者证实 它这么一个的估值是合理的 所以对比亚迪来说 大家都是看着Texlar在查 而Texlar的话就大家觉得 虽然它的估值也是天价的 就是它的那个 如果那个新车销售的话 大概只占美国大概10%的 这么一个市场份额 但是它的市值的话是其他几家 就占市场70%的加起来 就加起来那么高 所以如果你看着Texlar去做一个 去跟那个比亚迪做一个对比的话 你就发现比亚迪其实它的估值 也没有去到那么就高 或是那么天价的这么一个地步 但如果你说比亚迪往后的走势的话 这个还是要看Texlar 就它的股价能不能够持续的破顶 如果Texlar股价能够持续的破顶的话 那比亚迪是有机会回到之前的 这么一个高位里面的 明白 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吉利方面 那如果大家说在汽车股里面 这个比亚迪目前的估值太贵了 那相对另外一个龙头吉利 相对比亚迪肯定便宜不少 那麦格利方面也是上调了吉利的评级之跑银 那盈利预测的上调2%到9 预期盈利增长是可以保持动力 同时预期这个新能源车 可以扭转今年市占率下跌的一个趋势 将有利于评级整体上调 以目标价升到了28块4 市盈率的也就相当于18倍 认为这个估值还是比较吸引一些的 问一下您了 这个吉利方面您会赞同麦格利的观点吗 对 如果是对吉利来说的话 这个完全可以用传统对汽车企业估值的方式去做 虽然麦格利可能对于吉利明年的这么一个销售增长的预期 或是利润方面的预期可能稍微乐观 因为它在同行里面的预测来说的话 是偏向比较高那部分的 就算是拿一个平均数的话 其实吉利现在的那个估值 如果对应2021的PE的话 其实也只有18倍左右 其实也算是一个处于一个合理的水平 毕竟明年大家或是后年来说 大家都觉得内地的汽车销售是一个持续上升的 这么一个周期底下的话 大部分的汽车企业跟上游的那个零物件都应该受惠的 所以就吉利来说是具备一个中长线 就无论是那个基本因素它的销售也好 它的股价也好 也好也具备一个中长线的一个升值的潜力 但是我们看这个确实 这个吉利作为一个汽车鼓龙头 大家都会觉得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最近看 刚才提到的估值适应率方面 其实我们不知不觉之间 最近的这个新贵2333长城汽车 已经跑到这个吉利前面了 适应率我看看都已经30倍走的一个水平了 那么针对长城汽车方面 您觉得它会贵吗 如果对比吉利来说 两者从这个性价比方面 或者说整个业务方面 您觉得哪个这个直播率 或者说基本面更健康一点呢 其实两个基本面都是持续向好的 但是节奏会不一样 就毕竟吉利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其实它还是受到那个持续 就持续的销售下滑 这么一个环境困扰 去到年中的时候 其实它还把今年的整体的销售目标 就往下调低了 但长城不一样 长城其实我们看到它今年第一季度开始 已经实现了按年的这么一个上涨 其实它是在整体的汽车就像说 还是下滑了情况底下 它已经实现了那个就实现了增长 所以从那个复苏节奏来看的话 长城是最早复苏的这么一批的汽车企业 而吉利的话可能就跟其他汽车企业一样 其实它的复苏的步伐 其实是落后长城可能两到三个季度 就吉利的话可能还是去到就第三季度以后 就9月份或10月份开始大家才确定 它的那个销售按年出现一个转跌回升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节奏来看的话 长城先升起来 或是作为一个周期股的那个领先 或是领跑的企业的话 就长城现在享有的估值比其他的技术股要高 如果你从这个节奏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算是合理的 当然长城就现价对应它今年就2020年的预测PE 虽然已经超过30倍了 但是大家project可能就明年 它大概在销售方面可能还是有一个双位数的增长 如果是利润方面可能会有一个更改的增长情况底下的话 其实它明年预测PE对应现价的话 其实也是20倍头这么一个倍数 但是觉得还算是一个合理的水平